主席還有我們麗燕的同仁 還有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我請陸委會賴主委 還有內政部林次長 有請兩位 蘇委員好 我就元席剛剛邱志偉邱委員說 這一次鄭立宗跟王曉斌來台灣1月份 1、2月那邊來台灣 第一天進來 就到高雄市拜會陳曲市長 那個人那裡就走去屏東 在屏東第一張就是我請他 所以我來說應該比較有政動性 本來他都沒有同在屏東 管政婦也沒有同在國民黨交代 所以他們自己請請 我們自己走 各鄉鎮自己跑 那我的覺得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通知 民進黨的縣市政府 他說 互動不好 所以他們自己來 你怎麼不同在國民黨來交代 他說國民黨的南部輸到頭頭頭 可能讓他們交代沒什麼路線 這是他們說的 那我用民間的身份來按來他們 那我的覺得是這樣 他們對於台灣的 農產品 一些產品 真的是非常有興趣 我比較擔心的是 他們對我們每一個政治人物 台面上的人物 包括鄉鎮長 鳥肉執掌 對我們每一個人的 主東八代 查得清清楚楚 我就很擔心說 人來這裡 人都穿穿車車 我們剛才都沒有三遍 這種情形 我們自己有 對等的人才 或者是有沒有 對等的談判人才 因為再來就是接著要 後段的談判人才 主委 我們是有的人才嗎 我們是準備好了嗎 經過了這個16項協議的協商談判 其實我們的政府團隊 每一個相關主管機關 政府團隊 都 整個capacity 就是能力 其實是相當專業的 那 您關心的這個ECFA ECFA我們在 2010年的6月底 簽成 的時候 ECFA其實就已經證明 他 在第一個階段的這個架構性協議 事實上我們的 團判團隊發揮了很大的這個能力 也 在第一個階段 因為這是第一個階段 我們該守的 有守住 盡量很多我們覺得在第一階段 我們要爭取的 我們也爭取到了 但是有一些當然 是有一些是 還需要留到現在ECFA的後續協商 來持續進行的 那這個 考驗的也就是 整個團隊的 這個 要 要比談判能力 比耐力 比策略 比什麼 這個 的確 所以 我們也不輸 談判的話 各部會的人才 是由 陸委會來統籌就對了 陸委會是協調 就是我們加上 比如說ECFA就是 這個 相關的單位 也不少 也有經濟部 也有農委會 也有經建會 也有 交通部 其他跟服務業有關 有經管會等等都有 但是陸委會一定也是其中的 這個談判的主要的成員 那最上面那個 Coordination是誰 Coordination 陸委會 必須要做統籌啦 協商 協商的這個統籌 我們會來那個 會來 協調 那但是我們內部的機制 已經相當的 這個健全 就是 每一項的專業的主管機關 像比如說 核能 談我們上去年 12月的 這個簽署的這個 核能安全的合作協議 這個就是會以 原能會為主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專業 但是陸委會的專業是在於 我們在於很多 兩岸的談判 大陸的政策 這一方面 我們很專業 所以 通常都是 不是通常 是每一個案子 都是這樣組成的 再來我請教內政部 對於王曉斌 局長還有 鄭立忠 副主任 副委長 他們這樣 七八個農業專家來 他們四個趴趴趴趴趴 從 屏東 高雄 我們在地上 你們有什麼看法 你們要怎麼 引導 還是你們有什麼保護 還是你們有什麼限制 報告委員 我們 我們 內政部接貨申請的時候 因為他是有邀請 他有邀請單位嘛 那我們就是 會統目的司令主管局 更去審查 然後他的行程 那他行程也確認了以後人進來的 我想我們內政部這邊的職責 就是說 他有沒有按著行程走 那我們 全程也都有掌握 那也都好像他 跟他預定行程 也都符合 所以他們來這邊 買東西 簽東西 都是OK的 因為他如果他採買的東西 那就是 由 目的司令主管機關 來做 來做處理 那您剛剛也提到說 有沒有安全 如果說他們 有需要我們警力協助的 他可以主動來提出要求 但是那一塊的話 我想我們目前 也沒有 因為是有一些 他這一次並沒有採購 沒有採購 都是到處看 然後有 我有跟他反應 我說你要跟台灣 買農產品 買這個一次的 我沒有希望 你如果要買 你要 前7月 譬如說一次5年 4年 這樣我們的農民 才敢投資 尤其像屏東縣 不是農 農業就是漁業 你要叫人家 7 還要說是石斑魚 上面這個的 你要叫人家 人家投資 那不是一年 所以你今年買3箱 每年買1500箱 後年又是零 沒有人受得了 所以 這個 他們往後會這樣做 那再來我就請教 最近 四川有一個集團 叫燕森集團 他也在台灣 三個火那個燕 森林的燕森 他 在四川有 2000 四川人口要8000萬 他在四川有將近3000個 超市的點 那在每一個點裡面都要設台灣專區 台灣專區裡面他要放 一些 奈米的面膜 什麼的農產品 因為 跟他 邀請他來的人跟我熟識 所以我就在屏東幫他辦一個 說明會也好 招商會也好 我有通知農委會 那我就通知所有的農會總幹事來 那把各縣 這鄉鎮 各鄉鎮的農產品都拿來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譬如說萬丹的紅豆 什麼啦 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們的目標 還是這樣 就是他們進 他們要來買 也是要用 用簽合的 長期 那我們這樣準備的東西才能夠穩定 然後價格要OK 然後 整個自由市場的那個市場機制 要建立起來 要讓他發揮出來 這樣才 比較有對於這種 對 就是會比較 包括行銷啦 包括 一些這個 因為這是經濟行為嘛 會比較 會對我們的這個生產者會比較好 所以你也是 贊同這一種 我們樂觀其成有各 這個 這個 台灣有更多的這個 市場 更多的這個產品可以銷到大陸去 但是 還是回歸到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還是要以市場 機制 市場原則 這個是 才能夠可長可久 最近因為台灣的豬肉過剩 價格很差 尤其是我們屏東 屏東是 台灣養豬戶 9700戶 屏東縣有 2333戶 全台灣的養豬毛豬有640萬頭 屏東縣就150幾萬頭 所以屏東館的市場 是我們最關心的 現在要讓豬肉 每百公斤從7000塊一直掉掉掉掉掉掉到現在剩下5000塊 掉5000塊 那所以我就跟林國政委員去找 龍後水餃 龍後水餃的老闆 我說叫他把我們禁關 豬肉、大豬肉去大陸 做水餃 大陸的 大豬肉、後豬肉 豬肉比台灣更多 比台灣更多 你們要搞不清楚 大陸的豬肉比台灣更多 有 信工 台灣 進到大陸 唯一的一家 特許的 冷凍廠 只有信工 一家在屏東 那結果信工要進 冷凍豬肉到大陸 結果發現 他們只能 加工之後 轉銷 變成熟肉 因為台灣是口蹄疫的疫區 有14年了 大陸也是口蹄疫疫區 但是我們台灣 進到 只有這一家嘛 大陸這個 特許的廠商也是 加工之後變成熟肉 銷日本 香港、澳門跟新加坡 那結果發現 到大陸之後 他們沒有辦法轉給 龍凍水餃 因為龍凍水餃是大陸 上海本地的企業嘛 那所以 後段這一段 哇 算太條了 那我們現在在跟 農委會在跟大陸 用專欄 那我們是希望 他要解決台灣的 豬肉問題 現在豬肉崩盤 除了台 台糖每天 一千三百頭的豬 我就用心的 台灣一天差不多 撒兩萬頭豬 台糖就一千三百頭 所以台糖現在把它 弄掉 啊撒一撒要冷凍起來 所以讓市面上的豬 少一點 然後讓價格好一點 那後段這一段 就到大陸之後 轉內銷 我想 你們6月要登場 7月要登場 這個ECFA 這個最重要 那希望你跟農委會 要加強這一塊 可以銷入的 為我們待會在媽媽上 蓋住 我 我知道 也支持您的 這個看法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 台灣的優良 蓄產品 是可以銷到大陸去的 那目前是有 五家的這個 蓄琴產品的廠商 他的豬肉 加工的 琴品 琴蛋 都是可以 銷到大陸去 但是因為現在 豬價 這個大跌 所以我的理解是 可能現在市面上 因為從七千多塊到五千塊 可能我們多餘的 大概有一百 十萬頭之豬啦 就是說 大概六百噸 六百公噸 一個月 就是在市場上 那這個 因為兩岸簽了這個 農產品檢驗檢疫的協議 那有一些 說實在的 因為這是各國都會有的一些狀況 就是說他會用一些通關障礙 為了保護自己本國的產品 也是會 通關障礙 台灣是口題疫區 口題疫區台灣現在已經改善很多了 還沒有八針 還沒有 還沒有八針 但是大陸其實也是 所以這一方面應該問題比較不大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透過我們 農委會跟大陸的這個聯繫窗口 以及陸委會我們這邊 也可以從旁協助 大陸的勞租的需要量非常非常大 那他們只要能讓我們進口一點點 我們這裡第二就起床了 我們的市場 馬上可以改善 但是現在就是 還是會有一些通關的障礙 這個我們可以 請農委會 陸委會也會協助 那最後我請問你 大陸的媒體 現在 透過台灣的一些 特殊的媒體 然後要來掌控台灣的 媒體的話 那我有跟游美女有共同提案 提一個 那個是 第一次提案是法案 法案 要 限制 因為我們還是擔心 連我們 執政黨的 委員也覺得蠻擔心的 一個媒體如果大到一個程度 控制到我們的一切 那是很可怕 一傳媒 是算小吃的 但是一傳媒就讓我們 很頭痛 我想在座每一個台面上的人物都會收你過 所以 他如果說一個 很大很大的媒體 控制我們的一切 這是 怪獸 很可怕 你的看法怎麼樣 內政部的看法怎麼樣 媒體的這個 大小或 集團化 壟斷 社會上 會 會有疑慮 會有疑慮 覺得可能會對新聞自由 或言論自由 會有一些影響 等等 那這些都是 我們認為是 至少我認為是 這都可以理解 那 就是 相關的這些跟新聞專業相關的 這些 這些 專業 還是 由 相關的專業部門來 評估 來審認 我們覺得這個比較 比較恰當 那這部子 委員 剛剛指教了這個問題的話 好像NCC這邊已經都在處理了 那我想我們應該都是尊重 NCC這邊的處理 因為 也不是我們 內政國安這方面 維安是不是都沒有問題啦 我想這個NCC他在 處理的時候如果涉及到相關部會需要提供意見的 他會在 NCC的委員糟了了 怕就死了 死的死得得 死的死 沒人要死 沒人敢死 所以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啦 我希望我們 陸委會還有內政部 尤其是NCC 大家要 很慎重的處理啦 我們也不希望台灣 有一個媒體怪獸 這樣子的話 我們 將來每一個人都很痛苦 不管是在野黨 不管是執政黨 因為執政是輪來輪去的 以上謝謝